喂 喂 孟爷 我是圣一 我特别好奇的是 什么事情能够严重到 你在一次次的原则被打破之后 决定和他分手的 就是这个点我很想知道 好的 原来男朋友放过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就是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 然后他回国 然后他就和前女友就是复合了 他跟你说了吗 分手了 没有 完全是没有分手的状况下 没有分手 坏了 他欺骗你 对不对 这个行为 对 我是在社交媒体上 发现了这件事情 然后打电话给他 他不接我电话 后来我打了一晚上电话 他就告诉我 因为他前女友在他车不坐 所以他不方便接电话 整个话都行 他这个 去欺人呢 我真不知道这些 后来我特别刚 我说你快到家了吗 他说快到了 我说你让你妈妈接电话 然后我就说阿姨 你儿子 这样不对吧 阿姨就跟我说 说不会啊 我知道女孩眼里都不揉杀 但她不应该这样 我当时就说狠话嘛 我说我见到你 我也不会理你的 过了一段时间 他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他说我爸爸说 我回去 反正你都不理我 我暂时先不回去了 还要说她爸爸 这个 撒谎 她这爸爸有什么 她自己有问题 我觉得 还把爸爸扯进来 那就无所谓了嘛 当时我收到短信了之后 我就给她打了个电话 我说原谅一个人 也得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就你不可能让我说 知道这件事情 你完全无凭无故地 我就原谅你 总有一个相处的机会 但是我觉得 他最后连相处的机会 都没有给我 不能理解了 我觉得我孩子还在理解 这你还原谅了 对 这还原谅了 这个你 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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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还能够理解 你们听了是不是痛快很多 对对对 爽脱了 这个结局很好 这个结局很好 刚才的那个故事里边 别的都没有毛病 我只给你一个个人的 小小的建议 唯一不足取的 是让他妈妈接电话 这件事情 把男朋友的妈卷进来 完全无助于这件事情的解决 男朋友的妈妈 想要的那个结果 和你想要的结果 未必是一样的 所以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两个人解决 把双方父母牵进来 都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好 谢谢孟老师 孟老师说的对 还是邦爷爷厉害 我妹为什么还 对 对